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游戏视频,大家好,我是阿姆西 那么今天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下前往中世纪的第七集 大家如果喜欢这个视频,并且从头到尾全部看完的话 可以按照惯例在视频的最后发展一条以悦弹幕 满屏弹幕飘过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在上一期的结尾呢,大家看到了乌古鸡一夫当关的一些画面 那么我们这一集一上来,就先给大家展示这一场战斗 这一波的敌人呢是带着投入机来的 所以说我用我缴获来的投入机对他先进行了一波远程的炮击 不过结果你们也都看到了,并没有什么卵用 他们会进入一个既不砸我,然后也不主动出击的这么一个境地 那么没办法,我们还是得全军出城迎敌 来啊,我乌古鸡一个人,挑衅你们一群 敢来吗?敢来吗?来啊! 对方群寻不前,你们看到没有,我乌古鸡一个人 我对方多少人,他们不敢上,他们根本就不敢上 他们一个个都尿着血 他们每个人都尿着血,然后在远处不敢上来啊,笑死我 你怎么敢冲上去呢,有点嚣张了吧 我靠,原来你有魅影无形啊 我靠,原来他有魅影无形 我乌环衣上,与万军头绲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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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笼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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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笼 żad 救家 救家 救 救家 腹部穿孔 腿部撕裂 好家伙 好家伙 你们知道你们惹的是谁吗 你们惹的可是洛基坡 洛基宝的宝主啊 疯了 疯了 一个个都疯了 尿着血来追宝主 你们这是疯了 好吧 射 阿杰你别了 阿杰你疯了 阿杰 被射往后退 物击往后退 射封往后退 被射 好 一个个来 一个个来 物击吸引敌方 物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 其他人以优势兵力先干掉和我们纠缠的敌人 再来一轮 你们这个骑射的威力确实是有点差 好的 很好 神父 走射 物击接着拉 好 神父你怎么被拖住了 这个游戏在有人死的时候会卡一下 你看又卡一下 烦死了 物击接着跑 跑啊 你在干什么 撕 步兵顶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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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击手被射 快 好 拉住仇恨 进城 好 好 注意 就赢了就啊 注意不要 注意不要误伤 走位一下 侧射 射的什么玩意儿啊 射的什么玩意儿 我的妈妈差点直接被一轮带走了 我真的太恐怖了 别别别去了啊 别去了 好 轻轻松松啊 轻轻松松 我玩的不是前往中世纪吗 我怎么感觉我在玩中二呢 一个游戏当两个游戏玩 真的离谱 主要还是用这波的敌人出park了 你知道吗 他不来攻城了 你说你怎么办啊 你只能冲出去跟他打 OK 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通天塔呢 终于是彻底建造完毕了 给他弄了一些装饰啊 顶的话呢 是实在封不了了 因为他高度设置嘛 那他地板也没有办法往上涂了 所以说呢 我只能尽可能的给他做了一个 或者说做了一些吧 小造型 也就是火炉啊 盾牌啊 旗帜什么之类的 说实话 配合他这个 如雪一般的颜色啊 真的挺好看 真的挺好看 如果能封顶的话 我相信会更好看 比方说 弄一个像我们的奇迹教堂一样的顶 就会美观很多啊 但实在是弄不了了 但就算这样啊 也是可以和我们的奇迹塔 相媲美的一个塔楼造型 对不对 这还是他下身光秃秃的这么一个情况下 对不对 而且呢 他帮我们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啊 整个游戏最高就是15层 通天塔完工之后呢 我们下一步呢 就是要造这个98了啊 然后呢 我们的打铁呢 也快完成了啊 这个人已经18了啊 我们计算机的打铁呢 也已经18级了啊 距离这个后续的科技呢 也非常近了啊 非常近了 你们有没有感觉雪天中的洛基堡 非常的美 真的非常的美啊 每个人都安居乐意 是不是 有吃有喝 有信仰 要烤肉有烤肉 要熏肉有熏肉 要酒有酒 什么都有啊 如果说你看腻了这一切风景 还可以来到通天塔上思考一下人生 如果想不开了还可以 一跃而下来一个信仰之月 我连草垛子都给你准备好了 你说离谱不离谱 我就问你离谱不离谱 这干草是我们之前拿来造床的 然后随便一种 就种出了5000多个 也没什么用啊 就正好放在这个塔下面当作信仰之月的草垛了 兄弟会狂喜 看一下我们这个石灰岩屋顶 确实啊 确实是比刚刚那个好看了很多 其实呢就变了个颜色啊 但这个颜色一变的话呢 就会让我们整个洛基宝的这个配色上面啊 出现一些偏差 不然全是那个黏土砖的话呢 就很省美疲劳了 对吧 但是好像和下面的木头墙有点不太搭 有点不太搭 那就全拆了 正好这些木头墙壁也该换了 是吧 稍微花了点时间 把我们的厨房的墙壁也给它更换完毕了 包括外面的装饰品什么之类的 你们觉得这个石灰岩墙做的屋子 还有顶会比木头的 还有这个砖块的好看吗 比木头好看的是确实 和这个砖块的话 其实也没有差太多 你们看一下啊 我花了几天的时间 把这个屋子 从这个黏土砖改成了石灰岩墙 我为什么感觉还是黏土砖好看呢 啊 我为什么感觉还是黏土砖好看呢 尤其是在这个雪天的衬托下 你们觉得哪个好看 这个是黏土砖啊 这个是那个石灰岩墙 这个石灰岩墙在雪地里快隐形了都 稍微花了一点时间 加上回挡啊 我把这个房子呢 又重新弄回来了啊 但是呢 原本的木质材料呢 全部都被我改成了黏土砖墙 事实证明啊 还是黏土砖墙耐看一些 但是呢 如果我把屋顶也弄成黏土砖墙 配合着石灰岩的这个墙体啊 那倒还行 发现没有 这石灰岩不适合上下都是石灰岩 但是呢 上下如果都是这个黏土的话 也显得比较单调啊 不过呢 你看 多窗结构啊 会让它的颜值提升不少 所以说呢 综合考虑之下 我感觉 用石灰岩的墙体 加上这个黏土的屋顶 算是一个比较好看的搭配 再配上红色的这个旗帜 是不是 挺好看的啊 但是呢 如果你嫌麻烦啊 就全部都用这个黏土 也没毛病 也没毛病 当然前提是你的这个地面啊 也得是黏土砖的 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整体啊 才和谐 是吧 整体才和谐 刚刚那个样子 真的太违和了 真的太违和了 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花了一两个小时 给大家优化的一个成果 主要就是优化这个神庙 首先呢 你会发现啊 它的这个梯子 我给它改成了 就是这个石灰岩的梯子 而不是石灰岩砖的梯子 因为这个梯子的话呢 配合其他的这种建材 会很有这种沧桑感 尤其是用在我们这个建塔上 怎么样 这个建塔周围 这一圈啊 我都把它挖掉了啊 然后呢 改上了这个石灰岩砖的底 石灰岩砖的底 配合这个黏土砖 诶 真的很有感觉 是不是 这个地面还有两块 我后面要稍微修改一下啊 然后除了这个梯子之外啊 之前外围的话呢 我全部都是用的这个黏土砖 现在的话呢 把这个角落的砖啊 换了一部分成这个石灰岩砖 然后呢 底层 方方角角的位置 然后给它直接去除了 这样的话呢 更有这种设计感 看到没有 诶 更有设计感 这边两块地板啊 我们后面还把它拆掉啊 然后顶端这里啊 我准备把它全部都改成这个石灰岩砖的一个材质 这样可以推演出我们这个宗教建筑啊 越往高 越接近神 也越高级的这么一个意味在里面 是不是 目前的话呢 还没有改完啊 然后除了神庙之外呢 就是我们这个奇迹塔了啊 这个奇迹塔的话 你看 我现在把它改成了一个完全对称 为什么呢 之前啊 在这个位置 我不是多造了两根柱子吗 就是因为 这里有我些部分啊 就是造上去就会塌 必须要造两根柱子辅助一下 然后呢 我发现是因为底端 底端你用的是那个天然的土 那个土的沉重能力不怎么样 所以当我把它全部挖掉 换成砖块的时候呢 顶端就支撑得住了 所以啊 目前的话就是完全对称的一个结构了 哎 比之前舒服了很多啊 然后旁边这块挖掉的话呢 也一点都不显得这个臃肿 是不是 然后我们的国王大盗 我给他进一步的优化了一下 因为我们 哎不对 这块有点问题啊 它应该是石板路啊 而不是这个石灰岩路啊 待会调整一下 因为我们的大门啊 不是两格宽吗 之前的国王大盗的话是一格的嘛 现在的话给他全部 哎 设计成两格 然后我们仓库门口的这块地方 本来这个 是横向的一个阶梯啊 现在的话 你看 给他弄成一个两边的阶梯 这样的话 上面露出来的部分啊 只有小小的一道缝 但是人的话呢 是完全畅通无阻的 然后可以直接沿着国王大盗 走向我们的正门 哎 然后正门的梯子的话呢 目前只换了一个啊 但是好像这种拼色啊 哎 也不错 是不是 我再想想看啊 要不要把它弄成这个 统一色调的啊 反正目前这样的话还可以 这个仓库的屋顶呢 其实是可以换成这个 地板的 因为这个 第一层啊 我们也不怎么进去看了 对不对 里面的话无非就是放了一些 这个哦 对了 一个机械组件 机械组件 不是要20的打铁可以制作吗 我们已经做出20个了啊 就是我们的计算机 不负众望啊 终于是把这个打铁练到了20 然后呢 做出刚刚那些东西之后呢 直接涨到了23 还是非常优秀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阿杰啊 他因为是双星啊 他也偷偷摸摸啊 练到了18 啊 打铁双子 斯坦利 瞬间 瞬间斩杀 Simon 啊 鲍德温也瞬间斩杀 又瞬间斩杀 罗伯直接群群不前 这个Simon运气倒不错 哦 不行 也没了啊 也没了 哎呀 火力太猛了 太猛了 他们目前啊 像十几个敌人呢 最多也就是能摸到一下我们的家门 你知道吧 最多也就是摸到一下我们家门啊 好的 那么剩下的一两个人啊 我们五股机 去把它砍了 应该是没啥问题 冲 赛德里克 一刀24 一刀25 他现在打我们还是在打这个门呢 三刀砍死 哎呀 我跟你说 一点都不跟你客气啊 是不是 现在的进攻啊 就是特别简单啊 特别简单 我现在特别想在游戏内调难度 因为这个游戏 如果你玩那个挑战难度的话 这个到后面的话呢 会出现几十个几十个这样的敌人 你们知道吧 但是那样的话会很卡 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 优化方面的问题啊 但是就很刺激啊 像我们这个正常难度的话 我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发展到几十个敌人 就算会的话我估计要玩到个 可能要玩到个七八百天嘛 也许吧 把这个射了 好的 干嘛干嘛 我们是只有正门啊 造了一个突出角楼的 这个边边上 成长拐角的话呢 最好也弄成角楼啊 我之前的话呢 是因为比较忙啊 在造这个极其建筑 就没有造啊 那么现在的话呢 是可以来造一下的 因为很多的杂事啊 都已经在我线下 给大家处理完毕了啊 我们大概拆个五格出去啊 应该是差不多 在他们拆的过程中呢 我们也不要闲着啊 家里面高级研究台 因为有了机械组件嘛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 就可以造出来了 直接放在我们的图书 有这么大呀 好家伙 直接放在我们的图书馆里面 有了高级论坛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研究出论文 这个是济世 这个是课本 这个是论文啊 然后呢 就可以解锁出这个二级弩 也就是所谓的重弩啊 我们就直接全体装备重弩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防御又会再上一层楼 游戏目前呢 还没有贸易系统啊 或者说是这个攻击系统 但是呢游戏后续的更新计划里呢 这些东西都是有的 所以呢 我们玩到一定程度啊 我们这个档呢 就可以进行封倒啊 就类似于我们这个鬼谷八荒 然后的游戏更新的一部分啊 我们再回来玩啊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具体在什么时候封倒啊 我还没有想好啊 最起码等我们现在的所有研究 所有能造的啊 全部搞完了再说 如果我们只是把这个角楼延伸出来一紧 然后边上造上尘朵的话 说实话有点丑得出奇 感觉至少要把它往上盖个一层 才会稍微好看一点 目前这里还造不了 等下面的粮造了的话呢 应该是没问题的 这样子的话呢 就会让我们这个塔楼是 最好看的这么一个形态 但是呢这个二楼是上不了的 如果说你要上的话呢 这中间必须要开动 还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吗 有啊 诶 有 我想到了 我想到了 不知道你们想到了没有 没错 这不就解决了吗 我们造在一个中心的位置 讲格 然后看一下这格子 有没有十格 九格啊 那应该是可以造的 看一下 诶 妙啊 然后 沿过来 这不就解决了这个梯子不梯子的问题吗 是不是 甚至啊 我跟你说 还可以再拉一格 好像 用这一格和这一格相连 就是这边的塔楼相连 对不对 而我中间还居然就正好留了一格 一格 HOLY SHARE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一 这个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这个塔楼中央到这里的格子 比从这里到这里的话呢 是少一格的 啊 就我直接数过啊 是少了一个 一样好像是很对称啊 但其实少一格 这少的一格可能就会影响到一定的美观 这个我们先先造着啊 再说 这也是九格 这也是九格 那直接到这儿吧 落在城门旁边啊 这样的话呢 大体对称 然后这个位置 不对 这个位置 然后这里呢 有一个矿区 这个矿区的话不行啊 这矿区得稍微填一填 然后给他们补到两层 嗯 然后一路连过来 这个小问题啊 这个小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只需要在这两边 中间吧 中间起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防御体系 我之前都没有想过 你知道吗 对啊 这两个不正好把这个给挡过了 那这样子 这样子就可以了 底层的话呢 用石灰岩啊 就是个塔楼啊 底层石灰岩 上层粘土 特别好看 特别好看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对 哎 这个防御体系 我之前都没有想到过 你知道吧 妙手偶得之 还妙手偶得之 旁边的箭塔啊 角楼啊 是我之前就想好的 但是 这个二层的高速公路 我真的是没想到啊 还蛮有意思的 对了 还有这个地方 应该能造了吧 可以造啊 可以造 这个 这个 这格也造上吧 好吧 不为别的啊 好看一下 哎 这样子的话 你看这个塔楼 就是完全对称的一个结构啊 又好看来又好用 是不是 我就挺好 大家可能觉得我们上这个角楼需要绕很大一圈啊 但其实呢 你看他们这个宿舍的位置 从这个门出来 可以直接到我们晒肉和酿酒的区域 可以直接从这个地方过来 我看一下这个路啊 哎 没问题的啊 看到没有 可以直接从这边过来 或者从这边过来啊 都是可以的 这路的话我后面还会再这个 改造一下啊 改造一下 我观察了一下啊 如果说我们中间这个高速公路啊 是两格宽的话呢 这个高速 不对啊 不用假设呀 它本身就可以变成两格宽啊 哎 不是 迪奥多西吗 不是 这这不是迪奥多西吗 这不是 这不是双层城墙了吧 嗯 然后再把这个窗户啊 把这个窗户拆了 换成门 嗯 太帅了 太帅了 这也太帅了吧 然后这个位置啊 我已经搭的差不多了 为了它这个角楼呢 我们的体脏弹道炉呢 往旁边挪了几个啊 挪了几个 因为这个柱子 要给这个柱子让空间啊 好的 又来了一个新人 凯特丽娜 射箭12 建造3 还可以啊 近战也有1 但它这个天赋 我看好像是一个又胖又适睡的姑娘啊 啊 算了 我们现在正是用人之计啊 它画名是布莱克普的大众情人啊 你别看它胖 但是人家1米8 1米8 耶 感觉在我们这种人均1米5 1米6的这个 洛基坡 像是得了巨人症一样 你知道吧 体重也才77公斤 我的妈耶 有点说话为基里夫人的感觉了 是不是 但它这个体重可能差一点 有一个小问题啊 好 我们左边这里呢 有一道山体 我们右边这里没有这道山体 我们先对称那边的山体啊 先搭一根柱子 然后我们再看看 怎么才能把这个道路沿到这里的二层 一格两格三格 四格五格六格七格八格九格十格 十一十二 我擦嘞 我擦嘞 这里也是不行的 最起码也要 这里 这里是可以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这里往这挪一个 这里往这挪一个 好像是正好 是不是 试一下啊 好像是正好 但这样的话呢 就和那边不对称了 这个应该也无所谓啊 这个应该也无所谓啊 不对称的就不对称了 吓死我了 就是那个楼梯塌的那个瞬间啊 就像被雷劈掉一样 有没有感觉 诶 这边正好啊 好 那应该没问题 那应该没问题 应该是可以正好各顺一格 那要不我让这边和那边对称 对吧 无非也就是一格嘛 一格这边是可以的呀 对不对 山体嘛 我想挖随时可以挖掉 这个无所谓 对对对对 这个是无所谓 就是我们这个教堂确实是造的有点 有点卡边了 有点卡边了 但其实不影响通行啊 因为这个底端是可以走的 没问题 然后再过来把这里的凉 完美 哎 什么叫完美啊 这就叫完美啊 每一个梁都升到了它最长的那个长度 果然还是两个火盆加上两个旗帜好看 是吧 又对称又美观啊 不错不错不错 那么到这里的话 我们的角楼啊 也算是正式完成了 正式完成了 当然角楼和角楼之间的连接通道的话呢 后续我们还要再改 还要再改 现在的话就像这样 像如果遇到那种 没有远程的敌人啊 我们完全可以站在这个上面的射击 但是其实射击的话呢 并没有我们这个位置好 对吧 所以说主要还是当做一个高速公路来使用 但如果说啊 敌人会爬成墙的话 这一层的意义呢 就非比寻常了 对不对 他们爬上来 然后呢我们站在上面的敌人的话呢 可以对爬上来的人呢 进行一个重点打击 而不会因为陷入近战而无法射击 挺关键的啊 但就因为这游戏里面的敌人太傻了 根本就不会爬墙 只会工程们 地下室的这个屋顶 我们给他全部掀掉 掀起他的盖头来 这个从我们 诶这怎么拆不掉呢 精选的屋顶啊 还不让我拆呢 这个从我们第一期啊 就呆在这里的屋顶啊 当然第一期不是这个屋顶啊 我是换了几次屋顶的 但最起码它第一期就有屋顶了 是不是 现在的话呢 我还是准备把它改成地板 改成地板 这样好看一点啊 不然的话 我们整个洛基堡中央啊 地面上有个屋顶 其实还是有点奇怪的 然后这个位置的话呢 我想弄一个中央公园的啊 但是吧 现在已经弄不了了啊 因为这个土啊 挖掉就是挖掉了啊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这个就只能先这样了 只能先这样了 我们地下储物室这个地方啊 稍微调整一下吧 中央这片区域啊 除了放战士装备之外呢 我们也放一下这个 又来敌人 又来敌人 也放一下这个衣着 我花了大概两个季度的时间啊 终于是给大家完成了我们 地下室的扩建工作啊 这个扩建工作 非常非常非常的卡 它每挖一块啊 都要计算整个地面 所有的这个崩擦系数 也就是那个稳定度啊 一旦稳定度不够的话呢 上面就会崩擦嘛 所以说挖最底下那一层啊 最卡 卡到爆炸 就简简单单外面 扩建那么一圈啊 就干了两个季度 当然还包含了这个 全部地板的替换啊 然后呢还有 负一层负二层乃至负三层的一个堵漏 这个堵的非常多啊 我就不一一看了 然后呢这里的所有的这个梁啊 哦不对 这边还少一根啊 好的啊给它堵上 那么这块的话全部搞定了 然后这个地方啊 就是最左边这边呢 直接和我们的矿洞相连了啊 就是我们挖煤的地方啊 所以说呢 我直接在这边 哎 造了两道大钢门 这样我们后续采煤啊 可以直接通过这道小门啊 运到我们的地下储藏室啊 非常的方便啊 如果说旁边有一些什么 最需要搬下去的话呢 走这里啊 也会比走我们这个正门啊 稍微方便一些啊 稍微方便一些 后面的话呢 准备在这个地方啊 造一个大号的厨房 加上酒吧的一个综合性设施 门的话呢 我们就开在国王大道正对的地方 嗯 我觉得非常好啊 我觉得非常好啊 国王大道的话是两格宽啊 也就是说 在这个位置 这里的两个陷阱我们要拆掉 然后呢 两个大钢门就给它安排上 好 然后这个位置呢 还有一个国王大道的拐角口 我们在这个位置可以再开一道门 诶 是不是啊 一楼的话呢 我们就是一个饭堂 然后二楼的话呢 我们造酒吧 其中的意味呢 就是吃饭是更重要的事情 对不对 吃饱肚子最重要啊 然后呢 才是进一阶的喝酒的享受 对不对 诶 这么说的话 第三次我想盖个妓院了 喝完酒直接就上去了 是不是啊 哇 太合理了 我突然觉得可以把我们的圆厨房这个位置啊 往下挖一层 然后呢 在这里开个门 和这个位置相连 那么这个位置就会成为我们的后厨 然后这一块的话呢 我们就不需要摆这个做饭的东西 故事说啊 可以摆的稍微少一点 然后呢 食物也不需要对待这儿了啊 可以对待后厨 哇塞 所有窗户做完了 我发现窗户造错了 啊 我 他 无脑刺客 又是无脑刺客 还有一批狼 我还以为他们带了狼来呢 顶盾冲上 然后找到我们那个无骨鸡啊 你也出来 试光鸡去拉仇恨 仇恨拉不住啊 这个游戏的仇恨就是拉不住 没办法 无骨鸡 无骨鸡上去就被人打残了 这么夸张啊 这个也残了 不过 还行啊 还行还可以 没问题 接着跑 好 浮软机挡不住这两个人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这里也没问题 好 浮软机倒了 时光鸡倒了啊 也没问题 舒服啊 非常的舒服啊 所以说由于这个游戏里面拉仇恨不好拉啊 几乎就不能拉 但是 我还以为这个狼想去把这个人咬死呢 我想多了 OK啊 我们还是照例躺了两个进展人员 这把无骨鸡怎么半条血就躺了呢 啊 稍微有点丢人 好吧 其实如果我们这个地下厨室啊 可以往右边挪一格的话 我把它直接笼罩在我们的酒吧内部也是非常不错的 哪个酒吧没有个地下室呢 你说是不是 当然了 在外面一格的话呢 其实也行啊 地下室的门也不一定要开在里面 开在外面的话呢 其实也合心合理 然后把这个位置改成门 啊 我觉得很好 好 好 再是这样子啊 嗯 这里往后退了一格的话 我看着舒服了很多 是吧 哎呀 我觉得舒服了很多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安排 是吧 可能有一些时候需要往这个位置通行 安排一个小侧门 小侧门 也是我们酒吧的秘密通道 好 秘密通道 如果说啊 有 有夫之夫 在二楼 身色全满的时候啊 被他的原配发现啊 就会从这个后门啊 逃离 一般酒店都有这种后门的 就在这个 厨房 到这个前厅啊 这个中间啊 会有一个后门 或者说就干脆开在厨房里 是不是 咱们就先暂时放在这个位置啊 是不是很合理 哎我们造建筑啊 就是 对吧 要造的合乎现实 在现实里面有共鸣 有共鸣 又来敌人了 杀不完的是吧 哎呦 哎呦 这个 后山公式 好家伙 全部集合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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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别从这走 对 你别刺激他们 你刺激他们的话 他们就会追过 尬住了啊 尬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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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结果你这么一波勾引的话直接尬住啊 那咱们就先进行一波绕城高速的马拉松吧 你们全部上去 不要炼战 这个游戏的人很喜欢炼战 非常喜欢 你看呀 走 走 都走 对 对 躲到我们的通天塔旁边 哎 他们找不到我们人的话他们就当场尬住了 然后你们再在通天塔上面进行射击 对 对对对对对对 想杀我可能吗 啊 你说我这个时候往里面走还走得进去吗 就是有人拦着门的情况下 我进去了 你呢 他还可能打门呢 还可能打门呢 然后看一下他们其他几个人啊 并没有在那拆我们房子啊 对 并没有在那拆我们的房子 哎不对这几个人可能要去拆我们房子 OK 通天塔的顶存啊 将敌人全部杀光没问题啊 这还有一个 还可能打门呢 哎他还真把那个门砸坏了 这是我们爆的第一个强化门啊 第一个强化门 波波机赤手空拳啊 和这个 双手锤对抗 可以啊 不错 然后看一下另外几个人 不错 住手 快他妈住手 又在那拆我窑子 你们这家伙怎么这么喜欢拆工作台啊 我就不理解了 他又一次的把我工作台全拆光了 你知道吧 又一次 哎呦我烦死了我真的 我都追不上他们啊 他们可他疯狂拆 哎 哦他们停了 他们终于停了啊 他们不会供我酒吧吧 他们在我酒吧门口停下来了 然后这一排正好我是造了窗户 是可以射过去的 哦他在拆我酒吧的正门了 哎呀 看他也知道我们酒吧啊 是一座奇迹酒吧啊 他们想进去喝 哎 但其实我们这边还没搭好呢 对不对 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啊 终于是把这个厨房的一层和二层啊 给他清理干净了 看到没有 下面一层的话呢 我们全部都放这个 蔬菜啊 然后呢我们上面这层的话呢 可以放这个 熏肉啊 放熏肉这样的话呢 一速一昏啊 对我们把造材都放在右边啊 然后呢把造材放在左边 这样的话呢 这个位置空间大一点啊 可以拿来存放我们的生肉 然后这个的话稍微小一点 我们可以拿来放这个木头 然后前面这一条的话呢 我们拿来放我们已经做好的饭食 我们这个食堂的话呢 还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啊 就是这个做好的食物啊 不能直接放上饭桌 让大家取用 这一点挺挺尴尬的 而且我们一楼还得准备一下沉重柱 没有沉重柱的话呢 我们这个粮是造不了的 咱们的第四个窗户啊 给它拆掉 就这个位置第四个窗户 然后呢在这个位置搭一根 而这一根的话 应该可以和左右脸上吧 诶 什么玩意儿 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这里为什么会有个虚空柱子啊 虚空梁啊 两边都没有的 你们看到没有 哇 诶这个虚空梁搭完是什么样子 我想看看 从窗户里面穿出来的虚空梁能搭吗 真的能搭吗 真的可以搭吗 好像不行 它并不会来搭 我们啵啵鸡的话呢 是有这个建造的 但是呢它不来搭 说明这个东西 这根虚空梁啊 只能是装填东西啊 但是并不能装 行 那这个bug还不是很严重 如果我们把一层隔成两个房间啊 这地方造个墙 这一块呢我们可以给它 弄成符合厨房的这么一个房间位置 就这个 然后呢外面这个房间的话呢 我们可以做成符合大厅的这么一个要求 把这个 诶我们做出来的那个什么打包好的饭食啊 果然如此啊 打包好的饭食不会坏 哪怕现在是露天的 它都不会坏 营养95 乖乖 行啊 行 那你们就往外摆一个 正好往外摆一个 然后呢 这个墙我们红少 我们做出两个独立房间 嗯 这个门呢 我们用这个门 哈哈哈哈哈哈 躁躁完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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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哈哈哈 厨房和大厅连接的位置啊 居然是有铁门的 哈哈哈 好家伙 然后外面的话呢 正好有这边墙啊 我们可以挂我们需要的旗帜 还有我们的这个火把啊 火把 但是整体结构的话呢 就没有刚刚好看了 我觉得啊 因为这整个大堂 有这两根柱子的话 我觉得已经很美了啊 就很美了 大堂的话呢 是需要 八个旗帜 和四个火把啊 八个旗帜 四个火把 所以说我们这里的两个肯定是不够的 等我把这个酒吧彻底造好啊 你们觉得我这个堡垒 距离城市还有多远 小城啊 就那种 那种县城 县县城级别啊 城和堡垒中间差距的话呢 应该还挺大的啊 像我们这种设施完备的啊 叫做一座小城 应该勉勉强强 勉勉强强 终于是把整个顶的全部铺完了 我们MV来看一下 啊 看到没有 这个绿色的啊 就是所谓的大厅 或者说大堂啊 然后里面这个黄色的 就是我们的厨房 不错不错不错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二楼啊 这个一楼见到时间的话 还是挺久的啊 就这么一层花了我两个小时 哈哈 两个多小时 两个半小时啊 啊 当然还包含了旁边这个 上下两层 啊 你看这边已经存放了一些 这个大麦了啊 非常好 好 然后这个二层的话呢 我们要使用这个黏土砖墙 呃 这一块啊 这一块 这一块呢 我打算不为啊 把它做成一个像天井一样的位置 就是说我们二楼酒吧的一个 基本构造啊 基本构造 不过我们这集的时间有限啊 我们就没有办法把这个酒吧给大家造完了 好的我们留到下一期来给大家做 那么赵丽如果你是从头看到这里的话呢 可以光荣的留下一发弹幕 如果你对这个系列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的话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好的那么这一集就给大家先做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会 拜拜